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 看样子事情是已经办完了 今后我们四大家族吞并了华为集团 辉煌腾达指日可待呀 老家 触失了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他们全部都死了 就连陈嫂也没了 我也是跑得快才侥幸活了下来 你放屁 我们这么精密的计划 还有扶桑人 纵使十三身边有高手也难逃一死 你再乱说 信不信老子我击毙你 老家 这都是真的 我们按着计划进行的 但是情报不对 那十三竟然是个绝世告手 他一个人把所有人都灭了 一个灭了几十人 还是带枪的 哥们的 你跟老子演科幻片呢 怎么的 他还开挂了 蠢货 你居然为了逃避责任编出这种蠢货 这么好的机会你们都能失败 还有什么脸活着回来见我 老陈呢 按理说不应该呀 我们的计划不可能走路 难不成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哼 老李你是被吓傻了吗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十三就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要我看应该是有隐藏的高手 我们没有发现罢了 那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已经暴露了 接下来十三肯定会报仇的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在对方出招之前 先下手围墙 十三不是有个他疼爱的妹妹吗 哼 如果我们抓了他妹妹 他肯定会束手就擒 陈家主果然是心思沉稳的 这样还是老的啦 不过你这儿子 且 不就是一个儿子吗 放心 我家里还有十几个 多练几个小号而已 挖草 牛掰啊 我亲爱的老板 医生已经给你做了全方位的检查 说你只是运动消耗太大 补充点能量就行了 特么的 这系统大大也没说 这使用无敌时刻之后 也有短暂的虚弱期啊 哎 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三分钟竟然花了我1800个亿 不行 钱再多也禁不住灶 还得多挣钱啊 哦 真香 哥 我在菊花商场被人欺负了 嗯 怎么回事 谁欺负咱们 哥让铁柱给你报仇 我在菊花大广场这边看了个翡翠 哥我还没拿就碎了 他们非说是我弄碎的 还说这镯子价值五百万 没事 你在那里不要动 我让铁柱过去 知道了 哥 铁柱 你去一趟吧 好的老大 哎呀 请你说 我头疼 腿疼 浑身都疼 你快帮我按按 我亲爱的老板 你讨厌 文蛋 你们这是诈骗 明明标价十万的镯子 我拿都没拿就碎了 现在要我赔五百万 你说谁诈骗呢 买不起就职说呗 买不起你瞎看什么 这五百万的镯子就是你看碎的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 什么镯子看看就碎了 更何况你们标价就是十万 怎么就五百万了 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想买多少就卖多少 不赔钱就别想走 就你这镯子还五百万 我看十万都算是高的了 姐 才十万 看你们俩穿的这地摊货 我看你五百块都拿不出来吧 说什么大话 不是 赔钱就赔钱 你怎么还侮辱人啊 老男今天就侮辱你怎么了 没钱还装什么大尾巴狼 今天这五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赶紧联系家里卖房吧 香吧老 你真是欺负人 十四咱们走 懒得搭理这不讲理的人 你们还想走 今天不赔钱 那儿都别想去 老公 得 苏经理 这里有人闹事 弄碎了我们五百万的镯子 什么 竟然有人敢在我们菊花玉器店闹事 我马上来 苏经理 就是这俩人 把镯子弄碎了 还不承认 岂有死理 你们两个人弄坏了 我们的东西就想走 也太不把我们商场当回事了吧 不是 你这经理 怎么上来就不分清红皂白的诬陷我们呢 小丫头骗子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要赔 难道你家没人教你吗 你 你们这是耍赖 弄坏了我们的东西就得赔偿 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行 我说的 耶稣也留不住 十四小姐 你没事吧 铁柱哥 你来了 他们诬陷我弄坏了他们的镯子 还不让我们走 喂 小子 你谁啊 知道这是哪吗 这是哪 这不是菊花广场吗 难不成是你家 小子 这么说话呢 就你这样还像英雄九妹 也不撒跑尿罩着镜子 这么嚣张 十四小姐 这是我来解决 呦 你来解决 那行 拿五百万吧 他妈的 还五百万 你知道五百万长啥样吗 哎呦我去 你小子欠揍是吗 你怕是想从这爬着出去 哼 我惹你个DJ 让我从这爬着出去 知道我在这菊花广场什么地位吗 我想让谁关门谁就得关门 就是老总呢 都得卖我个面子 让你爬出去那不是分分钟的事 就是 我们俗经理在这就是天 你是弄的盼者 是乎你给我我者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活色 这么厉害 看来今天得请你吃火锅了 吃火锅就算了 两位美女 不是我说你 你们俩半天就叫了这么个货色 要是赔不起这五百万 你跟我混吧 我素不齐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我惹你个DJ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威胁十四小姐 王八蛋 敢打我 都给我上 废了他 一群小卡拉米 找死 一个啤酒瓶子做的东西 你也敢交五百万 哪里来的勇气 小子 你摊上大事了 我爸是菊花广场的老总 时去的话 就马上再给我拿出五百万来 老总是吧 老子打的最多的就是老总了 行 小子 米牛是吧 有种别跑 老子今天必须让你跪下 给我唱征服 就这样被你终缝 缺断了所有退路 猪野 你认识我 嘿嘿 之前我曾经远远的见过 您跟十三先生一面 记忆深刻 既然是一面之缘 你儿子一个啤酒瓶子 要了我五百万 你说这是怎么办吧 爸是他搅过了咱们家的生意 还打我 今天就算是磕一百个想头 我都不服 你特么是无霸 你个蠢货 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吗 整个菊花广场都是人家的 不服你就给我继续磕着 你不是说在十三先生的地盘 谁都不怕吗 怎么 蠢货 我说让你在十三先生的地盘随便搞 我没说你可以搞十三先生的人 还是他妹妹 你特么是想让劳资跟你一起死吗 我又不知道十三先生是谁 到不了我这五百万我不要了呗 有点意思 还挺硬 苏总 看来你这儿子比你有脾气啊 今天这个事 回去我会好好跟十三先生禀报的 注意 这是跟我可没关系啊 都是这镊子自己干的 我对公司可是忠心耿耿啊 今天我就跟这镊子断绝父子关系 爸你说什么呢 不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之前都炸了好几个 你特么是傻子吗 你真是想笑死你劳资啊 我说的是事实 本来就是你让我弄的 你个蠢货 老子恨不得把你重新塞回去 十四小姐 我们走吧 我已经报不快了 这件事交给律师就行 肖炸五百万 够他们去才几年缝纫机了 什么 要蹲橘子 助爷 请您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吧 要抓就把这有眼无珠的逆子抓了 大不了我再练个小号 杀 王八蛋 天天打我 还让老子被窝 我跟你拼了 铁柱哥 你去开车吧 我们在路边等你 一起送小鹰回去 没问题 路边等我就好 我知道了 刚好在路边 铁柱哥 救命啊 铁柱哥 刚才有个车绑架了十四 你赶紧去追 我惹你个低界 敢绑架十四小姐 真是找死 十四 铁柱哥 你敢去追 走